325华教救王运动抗议大会 今日与雪兰儿州家影董教总教育中心大草场举行 1万名来自全马各地关心华文教育的民众 以及600个组织代表前来支持 其中不少民众扶老席又出席 可说是历来横跨最广年龄层的集会 除了热心华教的民众 明年三党也各自动员出席 其中以行动党的阵容最庞大 约有30名行动党各国州议员 以及上千名来自全国的党员身穿红衣附会 早上11点抗议大会议 董总主席叶星田博士的演说最开端 他的演说赢得全场如雷的掌声 他指出若华教问题不宜解决 各地将持续进行抗议活动 而教总则呼吁华社关切华教发展 以免华教在沉默中失望 即使再召开多次的演作会议 讨论再多的个案和细则 提出各种所谓解决方案给内阁 都会像过去一样 无法从根本解决 华小失智短缺和不计华文 是个老问题 各位 我们今天召开这项抗议大会 目的是要下庭上大把人民的心声传给政府 也显示我们维护母语教育的坚定立场 我们抱着传承中华文化的恒心 我们抱着捍华教师之问题 表达强烈的不满 提出严正的抗议 会上也邀请了董总会务顾问郭全强 华总义务总秘书赛维言博士 弹米尔基金会主席帕斯巴迪 华教工作者汤义发言 教育部副部长纳多利嘉祥也出席这场抗议大会 不过确实顺步难行 据悉当他准备步入会场时 还遭一名男子挥权攻击 索性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 及时阻止 才不至于酿成悲剧 董总书理主席周书汉 与十二时左右宣读大会提案 并以举手方式通过 过后纵人也三次喊口号 万众一心 捍卫华教 华教兴亡 你我有责 最后在董总副首席行政主任 王瑞国再次宣布 现场人数已达一万人 并带领万人齐唱 团结就是力量项 这场抗议大会圆满落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